在2019年中国春节到来之际,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日前在洛杉矶盛盖博士的喜来灯酒店举行新春招待会。 活动当晚,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张萍写夫人陈伟,以及总领馆全体成员向领区华人华侨学生学者以及中资机构代表置以节日的问候。 男家华人华侨政商学界代表近600多名嘉宾相聚一堂,共庆青春。 当天的活动由文化领事王景主持,包括国会众议员赵美馨,加州众议员周本利和参议员安东尼·波塔蒂诺,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巴格的代表,以及圣盖博士议员廖清河,蒙特利公园市市长陈赞兴和议员林达坚, 约报林达市议员黄瑞亚,核桃谷水区理事赵百纯,洛杉矶郡,礼宾关、萨博等地方民选官员都专程到场送上鹤状, 并祝现场嘉宾幸福快乐。 张平总领事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绩, 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目光,中国与领区各地交流合作深入开展, 广大华人华侨积极致力于推动中美交流合作。 他指出,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要不断扩大中美地方交流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那么在推进我们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广大侨胞、中资企业的员工都为促进我们领区的交流与合作,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平还表示,一年来,中国与领区各地交流合作深入开展成果显著, 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领区各界有识之士, 怀着中美友好的真诚愿望,积极致力于推动中美交流合作, 促进中美相互了解和友谊,为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未来,张平指出,在新的一年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将进一步加强与领区各界的联系, 不断扩大和深化领区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继续本着外交为名的宗旨, 为各界朋友提供更好的领事服务。 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广大的侨胞能够继续支持和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 那么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去融入主流社会, 促进我们乔社、乔界的和谐, 那么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这方面推动中美双方的合作, 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大会现场张灯节彩,气氛喜气祥和, 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带来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赢得阵阵掌声, 许多宾客也都身着唐装旗袍等盛装出席, 节日气氛浓厚。 今年的新春招待会是张萍总领市上任以来第二年举办招待会, 除了给华人华侨同胞拜年之外, 他还强调在中美建交四十年之际, 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 他期待中美关系及领区与中国的合作交流能够取得新的进步, 方文卫视主要是林汉晴, 洛杉矶报道。